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分析地產股,當然要留意樓價 本港地產代理中原集團 編制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就是最常用的香港樓價參考指標 中原地產編制了兩大樓價指數 分別是中原城市指數,簡稱CCI 以及中原城市領先指數,簡稱CCL 兩者都是綜合了128個藍籌屋苑的樓價編制而成 雖然CCL只反映中原地產代理促成的合約成交價 但由於CCL每星期公佈一次比較貼近二手樓價的行程 市場對CCL的關注度亦較高 至於CCI,根據土地註冊處登記的交易編制 所以比CCL更全面地反映二手樓價 但由於CCI每個月只發佈一次 相對沒有CCL那麼貼市 暢先而言,CCL的走勢 與恆新地產分類指數的方向是一致的 畢竟樓價向好,有利地產發展股的業務 而在過去十年觀察中 行基地產的走勢較為貼近CCL 總結而言,分析地產股 樓價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元素 初歌可以透過中原城市領先之數 去觀察香港樓價的走勢 期待會成功 是很激烈的 圈市場 是很激烈的